。 你想報復的,是月三郎,還是余夢之? 在你眼裡,我這麼記仇,其實偶爾我也沒什麼目的。 就只是想看一看那些人,掙扎,痛苦,絕望的神情。 不過這回你倒是說對了,我看上的獵物,被那隻燕子無意間放走。 這樣的小妖也敢出來擋路,我都捨不得一下子捏死她了。 所以你給余夢之的父母下毒,又把這個東西送給她,讓她渾渾噩噩,更容易被你蛊惑。 一旦她行刺月三郎,你就把毒解去,看起來卻像是烏金燕的心頭血的確有用。 不錯不錯,你猜的分毫不差。 這樣耍弄別人,很有趣嗎? 當然有趣。 何況,一點點夢魂之的效力,並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大。 終歸還是那個女人自己的選擇。 我也算幫月三郎認清她的情人。 對於夢之而言,那就更是無所謂了。 人可是什麼都能入口,非行走獸,無一放過。 一隻燕子和豬狗的不同,又在哪裡? 莫非這燕子能說人話,對她極好,就能改變什麼? 這並非是同族一族之事,而是關乎情意。 情意? 雲無月,你以為你是個神嗎? 也學旁人說這兩個字。 真讓我惡心。 別告訴我,你沒有殺過人。 哪怕是你們所謂的惡人。 殺了便是殺了。 人只不過是我們喜歡的食物罷了。 難怪你願意陪我說話。 原來是想出其不意。 只可惜,你的力量不能恢復。 似乎又傷上加傷。 今日我不在陽平,改日再會。 對了,你的兩個同伴也被夢魂之牽引了進來。 你還是快點去找他們吧。 若是晚了,我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東西。 你吃不夠的? 好 初见你时 我和柔儿风华正貌 你是个小娃儿的模样 之后几十年 在你身上的光阴 却比我们要慢得多 前些年 你一时清醒 一时猛然 我们便担心 以后该要如何 若是我和柔儿 都不在了 又有谁能够顾念你 如今 总算放下心来 老师和师娘的大恩 我终生也难以报销万亿 我们将你视如亲儿 何须报答 你好好的 我和你师娘就高兴了 贝洛 你要为人 便要遵循人的法度 君子无争 你须明白 自己因何习悟 路见不平 自当相助 但这人间 却是没有那么多 需要打杀之事 倘若人人都好勇斗狠 动辄私行 世间终将大乱 这无争剑 你待在身边 当时时自行 严于律迹 师兄 你刚才练的是什么剑法 是不是老师偷偷传给你的 就知道老师偏心 最喜欢师兄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跟别人讲 这不是什么剑法 只是我随便比较的 不是 可真的好凌厉啊 那个气势 我光是远远看着 就觉得寒毛都竖起来了 好 玉珍 你们是打算收养那个孩子 是啊 柔儿 她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机灵 但洗干净换了套衣裳 竟是十分浴血可爱 老爷说 怕是在外面流浪的酒了 吃过很多苦头 对人也有些戒心 养伤两年自然就好了 你给她起名字了吗 她却是记得自己的名字 不过往后要在苏家常住 终究是得改名换姓的 柔儿 你说 我该怎么办 那孩子 不 她根本不是什么孩子 我连一刻都不想再见到她了 你怎能如此 你们苏家一群妇孺 在野外遇到山匪 差点性命不保 若不是她 你今日还能在这里和我说话吗 对 是她用尸块重伤了好几个人 又是她把那些匪人的头目撞下山崖 可一个小孩子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何况 她当初是一起掉了下去的 你知道那悬崖有多高吗 任谁摔下去都是粉身碎骨 大夫跟我说 她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可就是这样 五十多天了 她就躺在那儿不能吃饭不能喝水 你竟然还没死 这 这还是人吗 我明白了 玉珍 倘若她死了 你们会一辈子都对她感激不尽 可她偏偏活了下来 反而被你们看作怪物 既然如此 就把那个孩子交给我吧 我会带走她 真的吗 柔儿 你真的会把她带走 北洛 快来试试 我给你编了个珠串 你先前不是说 近日里总觉得耳边丝鸣 兴许难定吗 这珠串上的墓石 踩自有着千年寺庙的山林 时时沐浴佛阴 多少能令人生出平和之感 你这个怪物 你怎么还不死 你再不死我都要疯了 我和老爷本是看你可怜 无依无靠 想着要收养你保护你 可你这样的怪物 哪里有人保护 你就是个骗子 骗子 真的有鱼兽 我还射了他一箭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万一是什么妖怪 是妖怪才好 那皮毛一定很值钱 这只看着还小 不知怎么像是落了单 差点没跑远 我们赶快追上去 行 我就跟你拼这么一回 我回来 我回来 你不权 你不权 我可以 你不权 就不要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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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权 你又救了我一回 即便没有我 你被困住也仅是一时 终归是我大意了 明知那节树枝的灵力正在涌冲 我却没能及时示尽 想来也是一瞬间被他锁明 你说是你的同族算计了 余梦之和岳三郎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叶长庚颇为记仇 任何事都有可能变为理由 何况看见别人痛苦 他自然就快活了 原来是个脑子有病的 他本无可能动摇你的身魂 只是那梦魂之十分古怪 在眼族手中 能引发人心底的阴暗 即便是辟邪 若无防备也难以逼过 阴暗 的确 谁从小到大能一直开心呢 这样说起来 我倒是有点羡慕岑英 大概只有他这种 才当得上老师所说的心如琉璃吧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待在山中的丛林里 没有来自天鹿城的灵力 毕竟在幼年时会长得特别慢 死不了 却也活不好 脑子里面总是乱哄哄的 偶尔能忽然清醒一阵 但大多时候都是浑浑噩噩 我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走出山林的 后来 似乎又走过了很多地方 遇到过不少人 也不全是讨厌的事 即使是在苏家 那个女人其实很喜欢小孩子 会亲手给我做点心 还会给我盖被子 只是 没有谁比得上老师和师娘 你是因为他们才一直要力 我想 自己要真是一个 跟他们血脉相连的人就好了 我不愿意让他们担心 陛邪的确好战 很多时候 我无法克制自己 不 我甚至 非常享受那种感觉 要是在魔狱 找个对手打得天昏地暗 一定很过瘾 可这是在人间 那如今 如今 当然是如今 为战而战 只是本能 那样 会让我想起以前在大山里的时候 我不想做野兽 可我也做不成人 就算是天鹿城那帮子辟邪 也都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 今时不同往日 我再不变 不是坚持 而是不知变通的石墓了 老师和师娘那里 我自然会去说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破梦 有些都是沉这么烂骨子的事了 这下 岂不是被你看光了 有来有往 偶尔也该说说你的事吧 不是和靳云在一起的那些 我的事 忘记了 很多都已经忘记了 我们离开这里 如果我俩根本就不认识 也不是因为玄哥 你还会救我吗 会 大概换了谁 你都不会千死不咎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难道 我又睡着了 我们该走了 路上和你说 云无约 总有一天 我要看着你死 眼眉在人间已经这么多剑了吗 上回一只 这回又一只 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跑 因为力量太过悬殊 他不及上回那只眼 骨气也远不如对方 你们想做什么 你的梦魂知识怎么得来的 我没有耐心再问一遍 是从一个渔夫手上弄到的 他根本不知道 从海里捞上来的是什么 你有多少 只拿到了很少的一点 用来施术 那些也配称之为数 五赵 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 梦魂知是半魂连的半生之一 可以用来提升半魂连的力量 这个引用它迷惑别人的心神 却是虚耗了 他虽然笨了点 可我觉得 他比淮西的后人 和贺冲那个废物 要来得有趣呢 算不上笨 或许还有几分聪明 那乌赵你不要杀他吧 让他做我的侍从 严可不能重入王志 没关系 他要是敢逃 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我去一趟杨平 时九回报说 有魔到了人间 可做梦的人也醒了过来 似乎出了些变故 和辟邪有关 白费了吗 无妨 只是一处罢了 而且我发现 人是承载摩弃的绝佳之物 喂 别死气沉沉的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你呢 这果然防范的严了 我有事要去找一下 新宫陈仪社的人 大长老让我给你们带信 妖族可真厉害 全都能说会写的 大长老说 想让乌金燕也进到梦里 一起对抗魔族 唤醒其他的御主 对 我们能出力就出力 否则等魔族过来 大伙都好不了 除了我们 杨平还有别的妖想加入呢 这么好 我看杨平的风水极佳 以前也听说过 这里是天下聚灵地之一 看来不仅是人 妖也有不少聚集在这儿的样子 那 月三郎他 三郎自然是跟我们一起 大长老说了 就是要找些事给他做 这样他才能快点好起来 今天早上 我偷偷去瑜伽看了两眼 那女人跟大夫说 他要去外地他爹娘那儿了 走了也好 留在杨平始终是个事 我 是不是 是不是一错再错 你自然对不起岳三郎 并非无故 只是你和他相识又有多久 人间情爱怎么比得上父母之恩 你终究是依从本心 到最后却还要找个地方静静等死 不去拖累别人 难道就真的毫无怨恨 跟我走吧 既然这世间已经容不下你 师妹 是你们做的吗 葛先生不久前醒了过来 我刚端了碗粥给他喝 他现在又睡下了 既然没事 那我们也不打搅葛先生休息吧 是小英子吗 你来陪我说说话 我有事情想问你 好 看来我小的时候 亲眼目睹老师病故 始终都没能释怀 加上年前我生了场大病 不免有些心晦意冷 觉得自己也时日无多 您怎么能这样想呢 现在人事越来越多 瘦数也都越来越长 您只管好好养身体 是啊 学会里受月积怡之人 也有好几位 我得跟他们学学 再争个几十年 我始终都还是觉得 一些事情 如果不能亲眼见一见 遗憾永远是遗憾 只是谁求长生 谁能不死 可能像我们这种贪心的 要去弄明白世间道理的人 注定得带着遗憾 离开这个人世 但终归少一点 是一点 我的老师一辈子脚踏山川 朝碧海 暮仓无 不惜性命 带回过许多 前所未见的东西 到学会里研究 可他临近古稀之年时 仍然会说 他还没能见过 这个世间真正的样子 真正的样子 这个问题 谁也答不出呀 哥先生 这一回我出门 跟着心结石的朋友 也见到了许多 从前不敢想象的东西 我说给您听听吧 我们所有人 都要争取长命百岁 这样才有机会 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你会不会觉得 人有点傻 我的老师有时 也会说这些 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人真的很看重过去 将来 传承 我在魔域漂泊的时候 见过许多的魔族和妖族 有生存无忧散万度日的 也有如履薄冰 奋力求存的 这甚至无关力量的强弱 只是他们的一种选择 可当我数百年后 在重访故地 前者这样的种族 已经消亡的 要比后者这样的 多得多 人族短寿 不过是对比 仙妖神魔 放到这天地间 谁又不渺小如猛 便如面对 惊涛骇浪 搏命而勇 只为一线生机 至少值得尊敬 我也这么觉得 大家不要乱 看看有没有少了谁 没有少的话 就要挨个领吃的 你们今天刚到这儿 好好吃东西 好好睡一觉 明天再分组干活 主人好心收留我们 我们不能做一只蓝鼠 要多努力 大侄子你挨心吧 俺们都是收脚麻利的 二大爷 你们刚来 哪里过不习惯 就和我说 士兵啊 你出去了 这翘马上的 他二大爷 被拉刮了 袜子们挤困你恨 袜子们挤困你恨 士兵啊 咱呼上再说 嗯 二大爷 晚点我来找你 我给你们都准备了好东西 表弟 等一下就照我说的 每只蜀给一份吃的 要是带着小娃 就多给一份 然后 把所有蜀的名字记下来 包在我身上 你放心去忙别的事吧 我觉得 还是暂时别过去吧 可是 我好想过去 这么多的黄金飞天数 天哪 你现在去了 他们八成要乱做一团 也是 弄乱了的话 袁天使会生气吧 没关系 反正已经要住下来了 徐徐徒之 师兄让我转告各位 他已传信几个 鲸鱼精神修行的门派 这些门派会派遣弟子 入梦除魔 但这种修行方法 本就稀少 能够调集的人手 也并不太多 积水成渊 总是好的 灵心剑好厉害啊 师兄虽然看着不像样子 但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亦是本门下任掌门之选 执月衣北斗叶 落下山 可调遣山下所有外门弟子 若有其他从属势力 也需听令行事 这是本门数代以来 关于流星的记载 不敢说先席无疑 但在诸派之中 恐怕也无有更加详实的 谢了 如果有什么发现 会再告诉你们 我先告辞了 星河五年 三月 又堆上了 你手中的是天鹿城里的记载 我让霓裳去查了所有能查到的魔族异变的年份 不能完全对上 但几乎可以肯定 流星越多的年份 魔的力量异变的可能性也越大 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否关联 是 之前邱文曲提起 我就留意了一下 后来灵星剑有说 今年的流星多道怪异 每天持续的时间不长 但持续的日数 却比以往长得多 如果魔族异变这是天象所致 对我们来说也算无解 只能等 可那个黑莲 还有乌兆 我总有不好的预感 大概是所有的事都太巧了吧 杨叶湾玉玉玺 这群魔出现的时候 我们正打算离开咬叶湾呢 也算是撞上了 算他们倒霉 那些就是来梦里除魔的修行者 是啊 不怎么多 这种主修精神力的人太难找了 别的门派就算术法神通 在这儿也未必有用武之地 梦里的事 我和其他门派的师兄师弟们都说过了 他们会谨慎行事的 如果遇到玉珠 也会事实能不能弄醒过来 济灵族去探查各梦里的人 有些一直没有回来 我担心 你们若是遇到危险 还是要以性命危险 我们来这儿也算是探个路 要是情形比想象中还差 或是更加恶化 这些门派里的掌门和长老 说不定都得出山 不是为了帮击领族 而是因为万一魔真的跑去了人间 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是燕子 是巫医国的燕子 之前他们有事去了别的地方 你也感觉到了 过去一趟吧 和上次来的时候差了很多 像是火拳都熄灭了一样 之前留下的印记已经消失了 但我感觉 这扇门并没有受过冲击 难不成 是玉珠自己开的门 不无可能 虽然黑莲的力量 令梦誉十分稳定 但梦 终究会随着 玉珠意识的变化而变 那是什么 让她连魔会侵入都顾不上了 那些是什么 剑谱 把我的剑谱还了 背叛者注定不得好死 看过来了 你们是谁 为什么来我的剑炉 剑炉 对 这里是渭水剑炉 全关中最好的住剑之地 不 不只是关中 更是全天下最好的 可是 我没有剑谱了 剑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是我的宝贝 也是渭水剑炉的宝贝 被我最小的弟子 那个孽徒 偷走了 你的弟子在哪儿 叫什么名字 或许我们能帮上忙 真的 你们真的可以帮我 那个孽障 叫萧锦 我最后一次打听到他的下落时 对方说他似乎在寿山脚下的得童 我 我要亲眼见到他 问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师父 那老先生 你住在哪里 我们要是有消息了 也好去找你 什么住在哪里 我就住在这儿 每天每月 每时每刻都受着煎熬 你们把他带过来 把那个叛徒带到我的面前 殷无月 是不是有些不对 我虽有疑惑 但也是毫无头绪 暂且留心吧 找到了那个萧锦 你有办法带他进梦里 嗯 只是 假如不在莲中镜 就需要另外一个聚灵针了 大人 这样 真能见到我那个孽徒吗 可以 就算你的徒弟说了别的 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你见到 因为他们要完成你的心愿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杀了小锦 杀了他 取回我的剑谱 乌兆明明说过那只辟邪太弱 却还是三番两次想杀死他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不对 要是真的发现了 绝不是这个样子 嘿嘿嘿 我只要等着看就行了 请问这里是德同吗 是啊 你们 是不是有个叫萧锦的人住在这儿 小锦 两位找他干嘛 你 你是所谓的江湖中人 一言不合 就动刀动枪的那种 我们不是什么江湖人呀 只不过受人托付 找他有些事罢了 不会动武的 那就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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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不大 我和妹妹一惑就跑到家了 走吧 妹妹 嗯 你就是小姐 你们 我们之前遇见了你的师父 这太玄乎了 师父真的在梦里 你们能把我这样的也带到梦里 有人昏睡不醒的事 在阳屏已经传开了 你要是不信 我们带你过去打听打听 我没有不信 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 师父对我恐怕有些误会 我真不知道 那什么剑谱的下落 而且我现在也已经不住剑了 那当初是怎么回事 我的师父印铁山 一共收过三个弟子 除我之外 其他两个都意外过世了 这个行当的传承 多半是父传子 兄传弟 师父早年丧妻 也没有孩子 我们几个都是他的远亲 两位师兄弟死后 我多少有些心灰意冷 更觉得住见也没什么出路了 如今这年头 哪还有几个人用家 不见 但这种心思在师父看来 一定是大逆不道 打死我都算轻的 我怎么敢提 后来一声不响地跑了 的确是大错 在这个小村安顿下来 我就帮村里人 做一些平时用得上的玩意儿 也免得他们 还得大老远跑去县城 说实话 日子过得比以前踏实 那这个事情 你怎么打算 我跟你们走 总要让师父醒过来 而且也得把误会说清楚 入梦之前要做些布置 这里有什么偏僻点的 不容易被人打扰的地方 我住的这边已经算偏僻了 村子里本来人也不多 你们要是觉得不方便被瞧见 可以等到天黑一点 行 准备好了再来找你 晚点再用聚灵阵带萧锦入梦 等到傍晚或是夜里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这个萧锦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通情达理吗 我倒是觉得 这渭水剑炉整个都透着一股的奇怪劲 嗯 那个驻剑师的梦是很古怪 竟然有许多烧焦了一样的人形 林子里应该有些什么 罗盘的反应好大 罗盘是怎么测定其他东西的 因为里面装了磁石 所以会对地下的金铁之物有反应 但堪余术实在太庞杂了 不可能一言蔽之 很多时候也会发现各种奇奇怪怪 难以解释的东西 侍郎 能 zm trigger 我就心中安 哎呦 非常感谢 用闲�趣的 小侍郁 取杂大多图 这么快 各位 提计 究竟 一下 今的什么 特兵 不过 这像是玉制的 如果用来当作祭坛 倒也说得通 这是昆仑玉 可我见过昆仑玉 不是这样的 据说古早时的昆仑玉 和现在的相去甚远 那时候的玉 产自传说中的昆仑须 极其坚硬 而又可以大量地蓄积伶俐 所以 静云才用昆仑玉作为指挥 岳爵书里提到过 皇帝之石 以玉为兵 可后世发现的玉制兵器 却寥寥无几 许多人都猜测 这类兵器只能在祭祀中使用 不会真的用来战斗 现在看来 好像也未必不能用在实战里 昆仑玉太过珍贵 传世稀少 且对于使用者而言难以驾驭 这里到底用了多少昆仑玉啊 假如造他的人是古人 在当时的地位得有多高 会不会真的跟皇帝有关呢 先画下来 等一下要去山洞里看看吗 不知道里面还有些什么 去倒是无所谓 对 可别又挖出来一座古墓 不会吧 哪能每趟都那样 我踢到了什么 骨头 是焚烧过的 山洞里还有别人 至少眼下没有 感觉不到 也听不见除我们以外的声息 你跟紧我 这块地明显是翻过 又埋上了 嗯 翻动的痕迹还很新 挖开来看看 我们扇子洞不太好吧 刚才那些散在地上的也就罢了 这下面不知道埋了什么呢 好不好 我都要看看 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味 是瘦骨 被焚烧过 这些应该是剩下的残骸 狗的骨头 而且是一只很大的狗 你怎么这样清楚 我以前在山林里待过 野兽见的多了 有时也会有野狗 哦 把这么多骨头埋在这儿 到底想干嘛 难道是仿效古代的祭祀 这后面还有东西 不过被封住了 我瞧瞧 是一扇石门 是一扇石门 照理说能从这边打开的 附近八城会有机关 我们仔细找找看 这上面有个图案 和洞口看到过的很像 我知道了 你们瞧 这个图案 其实也是刻在一块玉板上 只不过周围被泥土掩盖了起来 有可能是个古老的机关 光从上面照进来 随着时间过去渐渐偏移 总有一刻会落在这个图案上 到那个时候 机关说不定就能被触发了 那我们得找个时间 在这里手上一整天 我也是猜的 说错了你们可别见怪 以前在书上倒是见过这种 也不知是真是假 月光里的确蕴含奇异的灵力 帝流江的传说更是由来已久 世上若有这类技巧 倒也可以想象 真想知道 门后面是些什么 刚才走得近了 觉得里面有股灼热之气 大概正因为这样 洞内不太潮湿 反而十分干燥 好 先回去吧 今天肯定没时间揭谜底了 我去布阵 我和岑莹去找小姐 这就是师父梦里的卫水剑炉 真是壮观 师弟 你终于来了 跟我们去见师父吧 表兄 唐 弟 你们 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 说什么蠢话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是死了 我们也还是师父的弟子 你这个叛徒 想好要怎么给师父赔罪了吗 走吧 梦里不会真的有鬼魂吧 至少他们两个不是 这老头儿戏还真多啊 是 济灵族的碎经 怎么会在这儿 这里不是不久前才形成的梦誉吗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 有济灵族死在了这儿 是魔物干的 但这上面并没有魔器残留 所以 是御主 不得而知 梦里的东西也能带走吗 小心你的师父吧 这地方 已经变得十分凶险了 好 小锦 我的徒弟 你总算回到了渭水剑炉 可让你的师父好等啊 我要你到驻剑台来 跪在我的面前 认罪 师父 你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堂兄 你还不下去 到了这里就别动什么逃跑的心思了 师父 师父 下面有不少机关 那个老爷子既然想见小锦 怎么又 这是他的梦里 他也未必想让小锦怎样 至少在两人真正面对面之前 但折腾一番总是免不了的 下去吧 下去吧 师父 师父还是那么执着 他总认为渭水剑炉该是天下第一的驻剑流派 或许梦里的这个样子 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剑炉 那现实中的渭水剑炉又是什么样呢 其实哪儿还有什么剑炉 这世道连剑客都快没了 我们这一派 虽说也曾经风光过 可如今 不过就剩了几间破屋 几个小炉子罢了 赤船都得省着 且要拿去维持住炉火不息 还要用来采买金石 那真是不容易 但师父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 我们几个当中 他最器重的就是你 你却让他老人家这么难过 是啊 师父总说 萧锦是我最好的徒弟 萧锦以后要继承我的一波 萧锦 萧锦 过来 师父 跪下 师父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让你跪下 师父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手上真的没有什么剑谱 这几年来 我也没有铸成过一把剑 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你以为我会相信 当初我让你把萧赞弄进炉子里 你却故意磨磨蹭蹭 最后还要我自己动手 你就是趁那个时候偷了我的剑谱跑了 对不对 师父 我 我只是怕死 我要是不跑 万一哪天也被丢进炉子里 我真想杀你的话 早就杀了 我还想着往后让你继承我的衣博 结果 你确实这样 今天 你要么把剑谱的事讲清楚 要么 就干脆把命留下 我 我 哼 不知好歹 救命 救命啊 可是 先等等 一时半会不会有事 想清楚了吗 我 师父 我错了 你跟我去得头 我把剑谱拿给你 骗我 你只是想把我从这儿引走 不 你说架话的时候 右手拇指会微微抠起来 即使过了这些年也还是一样 不 不对 这样的应该是肖子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师父年纪大了 不错 但眼力还是好的 但眼力还是好的 是啊 你最宝贝的萧锦早就不在了 被你亲手推进了铸剑炉 不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要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说 对了 他当时被药迷昏了 他 他当然不会说 你丧心病狂 以血清之人头颅铸铸剑 师娘是你的表妹 想必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病死 之后就轮到了孙师兄 再之后 轮到了我 你让萧锦带我过去 萧锦说师命难违 但他是兄长 他替我去死 所以 你根本不是萧锦 而是他的堂弟 我和堂兄 从小就长得很像 是啊 你们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从小就生得像 你要是有意隐瞒 确实很难看出来 那天 那天又是夜里 萧锦死了 萧锦早死了 啊 原来我最喜欢的徒儿 没有偷我的东西 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 也算寄一寄你那可怜的堂兄 嗯 至于剑谱 我自己会去得通慢慢找 不幸找不着 再说如今也有贵人帮我 你用活人铸剑 活人 活人又怎样 古时候有剑林的冥剑 哪一把不是用成千上万条性命 堆出来的 不只是人 还有灵兽 妖兽 甚至连仙人都有 我这样 又算得了什么 你疯了 今天就让你们几个 统统变成渭水剑炉的一部分 这 22 3 3 4 4 5 2 啊 啊 啊 你 有不了 大人 情人 无招 他也来了梦里 这怎么回事 果然 这真的是一个阵 阵程之后 御主变强了很多 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 如果不能降降 这个人可快就会衰竭而死 已经没有清醒了神志的 他也没有清醒了 他也没有清醒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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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不可能 石鸠 追上去 大阵虽毀 但它的意识已经…… 那支剑似乎一下子就射中了阵眼 难道是那些修行文派里的人 不香 师父 只能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呢 那支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支剑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支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或许不能再从梦里醒来了 就算行转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 你的意思是 师父会死 不 不 不能这样 你有办法救他吗 你们一定有办法的 对不对 医主要是 不 你 不 他们 他 他 他 有 那 你 他 他 是 我 他 他 他们 回去了杨平 那他还有多少时日 我们又不是阎王爷 哪里能知道 这种人还救他做什么 生死有命吧 该回去了 乌赵和刚才那个射箭的 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孟玉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看起来很不一般 一开始 穿黑衣服的那位 是不是就是师父说的 贵人 多谢几位 我也不是故意隐瞒身份 原本是想着 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师门不幸 那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大概会去一趟杨平吧 师父他虽然 但总不能就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 我得去看看 岑英 今晚有月亮 可以去那个山洞看看吧 现在 现在就去 说不定 说不定能找到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应该可以 再过半个时辰 月亮的光就会照在这块玉板上 在这儿等着吧 好 好了 真的打开了 是个助降炉 炉火还是燃着的 最好别碰 我听说有些铁匠 喜欢在脆火用的池子里 加进野兽的尿 虽然不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 但有人会特别迷信这个 那加这些有什么用呢 让做出来的器具 变得更坚硬 据说在断打或是加热时 也会这么干 早些年很多工匠 都喜欢搜集野兽的毛发 指甲和脚之类的玩意儿 那石门外的那个坑里 多半是用在这上面了 但我觉得 这个人想要的还不止这些 死了那么多 贝勒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假使喜剑 也让弟子不要整天只知道练剑 有机会的话 多学学其他的 他很推崇营造法事 是和天宫开悟这类书 这样很好啊 学会里的长辈也经常这么说 这儿的剑可真多 都是最终没有铸成的 铸剑的人大概是在尝试些什么 是想打出一把特别好的剑吧 不但好 而且多半是一把特殊的剑 如果只是想得到一柄利刃 这里废掉的 未免太多了点 看上去全是古代的东西 很多都破损了 这个人铸剑归铸剑 这么多器皿也不好好保存一下 大概觉得没什么用吧 怎么没用 这可都是很宝贵的东西 那我之前猜得也没错 这里十有八九是古代遗迹 后来被人发现了 清理出来用于铸剑 可这儿这么高 很多事情都不太方便 像是运东西 取水 排水 选这里 难道只是因为隐蔽吗 可能也因为昆仑浴 昆仑所在之地 灵力便会比其他地方聚集得多 何况洞口有那么大一块 这个人也未必懂这些 但他在铸剑的时候 应当感觉得到 原来是这样 听起来很有道理 我自己想念 锋芒毕露 饮有神光 是一般好剑 看来先前的某样 只是障眼法罢了 这柄剑 不像是纪念锁裂 气息十分古老 古老 那它会不会 原本就是这个遗迹里的东西呢 它为什么要洗几本落 大概是因为察觉当了开碎 外面有声音 哪里 不算很近 在洞口那边 是萧子 不跑了 你们追着我干什么 那要问你都干了些什么 山洞里的柱剑炉 你该很熟吧 你说离开渭水 剑炉后就不再住剑了 那么多费剑 难不成是从别的地方搬过去的 虽然我不清楚 你们所说的剑谱上都有些什么 但你和你的师父 应该是在做同样的事 你关心印铁山的生死 只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并不多 那种住剑的方法 这些年来一直没能成功 所以你很想看看 自己的师父是否有了别的际遇 在德童 你经常打猎 猎杀到的野兽多半为了炉子 而野兽 只不过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对你们来说最好的 当然还是人 可随便杀个人 就没那么容易瞒过去了 所以你用来买骨头的坑里 人骨非常少 那里面还有人骨 看着很新 反正不是什么老祖宗的骨头 但这些都只是你猜的 一些骨头又能证明什么 谁杀死的他们 住剑的法子 你说的这些 我都不清楚 你 但至少很可疑 我们要把你送去官府 凭什么 你们先让官府愿意花时间 听这些奇闻异事吧 还是说 你们就认定这些事跟我有关 打算私底下 杀了我 杀人 不 既然这样 你们拦着我做什么 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虽然我根本没想过杀人 但这种事 这种事 我们还是得把他交给官府 让官府来决定嘛 这么晚了 他又往林子深处跑 我们不能再追下去 可是 听我的吧 先回村里去 物账 你让人给我带的花是真的吗 那个人真的还活着 物账 你 你怎么了 是太饿了吗 一时没能冷静 现在 我也不知道是愤怒多一点 还是高兴多一点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就能真正的报仇了 你告诉我 物账 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是 那么 是在鼎湖 我去过了 怎么会 有时我想起从前的事 未不能相信已经过了那么久 当初的西陵 雷族还在 欢喜也还在 我们多好呀 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事 西陵为什么要做那些 明明有乌之堂 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 既然我们决定了那要做 就一定要同等的回报 我绝不原谅 有人把我们随手抛下 就算变成恶鬼 我也要报仇 我要让这个没有西陵的世上 永远不得安宁 没有哪一个西陵人会原谅 你说 他为什么要救那只辟邪 他不是一直这样吗 救那么多不相干的人 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 不 这一回绝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人 他现在的身魂应当十分虚弱 破我阵法的那一剑 只是勉强而为 我之前在渭水剑炉里杀了一个寄灵族 他并未出现 其他梦遇中也是一样 不管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依然不出现 可偏偏我要杀那只辟邪时 他出来了 也就是说 他有一定要这么做的理由 辟邪吗 我会再试一试 顺便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怎么引 他现在不出来 无非是死的人还不够多 顾照 你让我去看的那个老头子 只剩下一口气了 可死了也差不了多少 有一口气已经足够 一口气的房间 最后再申请 你要带谁走 只不过是做一只血偶 竟然是血偶 那样杀其灭途的畜生 难道我还要留着他的神志 萧赞如何能够对付深山里的野兽 对付不了他也得拼一把 他很清楚 我们之中最容易被他的说辞 虎猪的是岑鹰 哪怕只是一时间 一路下来 他对我们两个肯定会有所顾忌 害怕我们不管不顾 当场取他性命 既然往村子的路被打了 他就只能跑向山里 而且他没那么鲁莽 如果我们不继续追 他也不会再深入 如果我们紧追不放 他仍然有点保命的手段 保命的手段 他脖子上的那串骨链 应该来自于某只非常强大的野兽 不管是怎么得来的 其他野兽多少会忌惮那上面残留的气息 他倚仗的也正是这点忌惮 在真正的杀意起来之前 找到一丝空隙 要是能有个稍微安全点的地方躲藏一下 等到天亮 就会好很多 天亮 但是 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是狼群 你去测狼群去追他 我只不过把他的去向 稍微透露给了头狼 之后怎样 就看他自己了 我说过了 生死有命 怎么没经打财谈 我想到渭水剑炉的事 还有其他在梦里遇到的事 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不是害怕 只是觉得有些东西让人难受 忍不住生气 可有时又想不明白 亏我还以为自己不是那种娇气的人 结果真的只是因为还没遇上罢了 想想也是很没用 会这么想 说明你从小到大都过得不错 是好事 有些糟心事 就算一辈子不知道又怎样 真的敢巧见着了 想归想 想过以后 你不还是你吗 我还是我 别人怎么活 终究是别人的事 没得我们操心 你自己坚守本心就行了 我好像 有点明白了 好了 别顾着郁闷 正好有个事给你做 什么 魔器搜集的足够了 你不如跑一趟燕灵 去把容厅仪交给葛先生 好的 我现在就动身 肖赞的事 要不要跟得同的人说一下 万一 可他们都觉得 他是很好的人 也不知该怎么开口 这就交给我和云无月吧 封组长 我们在梦浴里发现了这个 我 封组长 我们在梦浴里发现了这个 虽然难免受伤 有时甚至会死去 但大多时候尚能保命 可自作 对你们而言 应当是从昨天夜里开始 寄灵族已是死伤过半 有更强大的魔进到了梦里 不知如此 有人在指引魔族 是一些不能人鱼 眼中浑浊 姿态很像野兽的人 他们指引着魔罩盗计灵族 甚至连他们自己 都有可能被魔杀死 但这些人似乎并无太多神志 也不在意自身的伤亡 古考慧 是古考慧那些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武昭又在门话上呢 你说的是 远古 皇帝时的部族 我明白了 先前领道长他们来梦中退魔 也唤醒了一些狱猪 据说杨平城内新传的人 越来越多 明明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 我却依然觉得不安 你说的乌赵与薛原氏有仇 那么这就是一场跨越了数千年的复仇 如今想来 事情并非快要结束 或许才是刚刚开始 什么意思 之后我要重开通往惊天伦的路 带一些族人进入其中 去弄清楚这一切 你是说那边 那后面有些什么 另一个梦 你们也来了 封组长 这趟出去 我们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都带回来了 北游殿下 我恐怕不能再搞过你了 你会成为强大无比的陛心 就算我没法亲眼看见的一天 也会在心里 为你欺负 刚才 有什么 你忽然看到了一些奇异的景象是吗 济灵族本身是不会做梦的 但因为一直身在梦中 加上特意的修行之法 我们早已和梦境融为一体 或者说 济灵族就是梦的一部分 这些碎经 承载了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的梦 其中残留的意念 连我们也无法亏盖 可是据说 如果有谁 同原来的那个梦境主人 拥有血脉 或是神魂之连 就有可能通过碎经 看到其中的梦境 是梦还是回忆 是梦还是回忆 梦 亦会回忆 谁又说得清呢 是梦 是梦 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